又發生了防疫暴力 昨天清晨 桃園市龜山 一名便利商店的店員 因為規勸進店內的蔣信男子 要戴口罩 結果雙方爆發了口角 蔣信男子竟然持刀 刺向了店員的胸口 送一不治 隨後蔣信男子遭到警方逮捕 晚間經過檢方訓問之後 依殺人罪嫌 向法院申請羈押 法院裁定羈押不禁見 超商店門口拉起封鎖線 大樓清潔人員前來清理寫字 週日凌晨四點左右 一名四十一歲蔣信男子 未帶口罩到超商買東西 被店員勸阻 蔣信男子回家拿口罩 再返回購物 與店員發生口角 將口罩丟到店員身上 蔣信男子隨後第三度到便利商店 涉嫌拿出身上藏刀 叫出店員朝他胸口刺殺多刀 店員奮勇搶下刀刃後 在超商門外 失血過多不知倒地 民眾募集報警處理 犯前在離開時被砍到了遠距制服 店員經送醫搶救後 仍宣告不治 犯前疑似有精神疾病 就醫情形 目前案情離清中 全案醫殺人罪正辦 傾銷獲報前往現場時 店員已經失去意識 左胸傷口不斷出血 儘管第一時間被送醫 但經過搶救仍然不治 這起意外發生在凌晨 是便利商店的大夜班時段 店內僅有一名店職員上班 無人支援 店員父親得知二號 趕到現場相當悲痛 工商協會指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第一線勞工協助政府防疫而發生工商事件 包括九月底發生在屏東有店員遭男子朝眼部攻擊 十月底台中也發生超商大夜班男店員提醒顧客戴口 遭到毆打 而大夜班員工原本在工作時 就要一人面對各種突發的狀況 現在還有協助防疫的壓力 政府與雇主應該給予更多資源 避免悲劇重演 記者綜合報導